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 23号南下台中出席中部宗教后援大会 三四百个宗教团体力挺赖清德 起报会场现场几乎座午休息 2024决战中台湾 赖清德周末行程马不停蹄 同一点国民党举办全代会 针对侯友宜公开表态 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 提出了战争论述 赖清德没有公开回应 倒是不断强调台湾主权重要性 赖清德多次强调台湾主权 得来不义的民主自由 更提到台湾不可能走回头路 除了针对两个外交和侯友宜 出席两场活动行程满党 深耕中部基层积极备战 2024 近新闻将见证 黄金城亮文中 台湾苗栗 最后报告